所以妳要幫我們介紹的是 18年妳一定要 對 一定要就是入手的 像這一些 這個三個它是定妝用的 三個定妝 通常就是泡屋 都很會常見的東西 這個就很普遍 但是你們有沒有就是知道 眉毛或者是嘴唇 不會就是幫你就是暈開 就是定妝的 專門就是 那我們用第一瓶就好 就全部就定了 為什麼還要再 因為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霧面妝的唇彩就是比較多 然後它是真的是用 像這樣子的 透明的 馬上幫你就是定妝 然後縫住 然後就把它做霧面 就是會顯示 就是顯示就原來的顏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有眼線液 因為它很多女孩子 暈開 對 我們都會暈開 很容易暈開 怎麼差都暈開 就不要笑啊 容易笑 然後就是它就是很持久 然後再加上 碰到水也不會暈開 對 但是我喜歡的 都會就是準備幫你一副 就是幫你卸的 就是如果你畫錯沒有關係 直接擦掉 因為它是立刻擺 就是像立刻擺的那種 那種這個道理 對 但它會就這樣子 不見了 像修正品一樣 像修正品一樣 對 修正品一樣 就馬上上 它是會是買鬆衣 就是買一個鬆泥 就是一起的 一套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歡 很多色的眼影粉 現在就是它會就是這樣子 很多色一起 然後一組 然後它會就是鐵盤這樣子 為什麼那個鐵盤 為什麼呢 因為是調色 調色 沒錯 對 調色用的 然後再加上是 這看起來好像是 就是眼影什麼的 但是它是唇 唇 唇膏 唇 有人擦藍色的 對 藍色的 我藍色有點太淺微了 所以我不太敢試 但是就是像這個 都有光澤感的 光澤 就是我來試試看 藍色的 今年有一種金屬光澤感 就是我現在想 有 滿好看的 對 這顏色很好看 這顏色還滿好看的 金屬感的感覺 有一個還滿特別的 然後在韓國 每一個女孩子都有 就是其實就是 都有整形 除了整形以外 除了整形以外 每一個女孩子的那個 就是她的那個包包裡面 都會有的一個品牌 就是這個 然後它是 為什麼 它是 它是美彩的 它是 很專門就是出那種 美筆 美彩 還有美膏 像這個就是很可愛 你說這個品牌是出 美妝 它的專長 它的專業就是 美粉 對 然後它會出 美膏跟美粉 所以可以一起用 我覺得 而且我今天有用它的 我覺得還滿好用 OK 還不錯 是 因為它感覺很實用